線上檢視文件 那這是在雲端上面喔 所以你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來開起來看 好,那我們現在 在我們的SkyDrive雲端硬碟 我們把它點選台灣歷史專題報告 點選它 會啟動World Web App 現在來載入 那同學看一下 這就是我們剛剛所上傳的文件 這裡面資料蠻多的喔 你們看,全部有13頁的資料 那第一頁是封面,往下拉 這個地方 這個 捲軸位往下拉 如果點這個XX就是關閉了 點XX就是關閉 那請同學也稍微瀏覽一下 這裡面資料有點多 看一下 那接著我們看一下喔 除了說瀏覽文件以外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點選尋找 比如說想輸入正成功關鍵字 再來點選放大鏡去搜尋 那麼它就有幫我找到有正成功的地方 比如說我現在點選這一頁 正成功在這裡 我點選 那我點選這裡呢 就到這個地方 被搜尋到的地方呢 它會用黃色來標示 所以這邊有包含選了 啊這裡可以回 上一格 上一格 有沒有 這個 好,第幾筆 最前面就是這一筆了 總共有五筆資料 那這邊呢 就會顯示得很清楚 所以呢 我們可以在線上 檢視我們的Word文件 也可以透過 尋找來快速找尋我們的關鍵字 是